紅美,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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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這麼美 為甚麼要這樣做 怎麼會這樣 甚麼事 為甚麼看不開不化妝 好啊,要做手術了,死了 哎呀,你生癌症? 不是啊,早知道要做手術了,我人生已經完結了 你不如先問一下醫生意見吧 其實做不做手術呢,都是要見了醫生 等醫生做了風險評估才決定做不做 至於風險評估,一般來說,醫生就會和病人先斷症 然後再根據他的診斷,來判斷用什麼治療方法 當然手術也是其中一種治療方法 如果評估病人需要做手術之後 醫生就會詳細地和病人解釋手術的程序和相關的風險 而如果病人接受我的建議,我們就可以做手術了 醫生,你可不可以救我嗎? 你看,我從側簽簽的身軀,我來不到一刀的 我想我要先檢查你,你上來我的診所 然後呢? 嘩,這麼快?我還沒準備好就轉場了 哎呀,影片只有幾分鐘而已 我拍完來看電影,吃飯好不好? 開箱是這麼快的了,脫掉吧! 等等等等等等 還等他死了 今集我們要講病人權益 給我一點時間,先講病人權益吧 講到手術權益,其實病人絕對有權利去知道 他接下來要做什麼手術 手術的步驟是怎樣 甚至一些有關有機會出現的病發症 他都可以有權利去知道 而作為他的主診醫生 我們醫生也有責任去解釋手術的整體程序 我們要確保病人去清楚明白 甚至去贊成做手術,我們才可以幫他安排 病人權益是為了保障病人在醫療制度中的權益 當中包括醫治權,是得到合乎標準的醫療服務 知情權 有權知道自己的病況、診斷、病情、治療、後遺症等等 風險的程度和費用 選擇權 有權選擇不同的醫生和諮詢其他醫生意見 選擇各種可行的檢驗和治療方法 選擇是否接受藥物或手術治療等等 私隱權 保障病人的資料得到保密 有取得關於自己病況的任何資料 病人的尊嚴、文化、宗教背景都要受到尊重 投訴權 有權向有關方面投訴醫護人員的專業操守失當 也要得到公平的調查和回覆 病人有權益,當然也有責任要遵守 例如,向醫護人員說明病情 包括病況、過往的病歷、敏感症 和其他有關的資料 遵從醫生提出和自己同意的治療程序 當然也要繳交所需的費用等等 各種不同的義務 大家可以參考有關的資訊 了解更多 快點,快點開刀吧 其實你介不介意說一下你什麼事呢? 我生雞眼了 阿姑娘,下一位,麻煩 稍後再問醫生 等我訂了他下樓 奶奶,不好意思 你介不介意出門才訂他下樓? 他父母一 Hart 他煩惱 他結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